我现在的位置是在贵州安隆县的 南明时期的永利皇宫的城楼上面 这后面就是永利皇宫的宫殿 这些视频将带大家去里面走一走 看一看南明时期的永利皇宫 长什么样的 这也是贵州唯一拥有皇宫的一个地方 永利皇宫又叫安隆博物馆 永利皇宫位于贵州省前西兰州安隆县 新安镇的大同路 主要是由门楼、华文殿、佩殿、角楼组成 是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朱游郎的行宫所在地 永利皇帝是明神中朱宇军的孙子 贵端王朱长宇赤子 从真实封为永明王后改为贵王 和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死称永利帝 永利16年1月 清康熙元年1662年 逝于昔明 中年39岁 永利皇宫始建于明末清初战乱年代 明朝崇禅皇帝死后 朱室皇族广东四习贵王朱游郎 自立为南明永利皇帝 1652年在安隆设立行宫指挥抗击清军 当地人把行宫称为永利皇宫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下面的角楼配殿 以及正前方的正殿 正殿里面有几个蜡像非常的逼真 咱们从这边下层楼 在这外面就是安隆县城的老城区了 这周围现在在大面积的拆迁 因为这个地方这些房子 年代有点久远了 很多都已经成了违房 所以现在全部都在拆迁改造中 未来这个地方也将是繁华占星的一面 看一下那些楼房 看看这个楼房就知道这个地方的历史有多长了 从这边下层楼 这后面还摆了很多的石器 这些都是古时候遗留下来的 还有一些是近代的 这些都是一些水槽 这是一个大石头 直接把里面掏空 这是永利皇宫的大院 从这边进去 先看一看角楼里面 对面现在是一个商店 里面主要是一些古时候的服装 这边进去看一下 这里面也是一些文物 都是一些石雕 这有民国石石 民居铜钱石装 这还有明王墓道碑 明王墓道上面有四个字 然后这个是青龙文浮雕 阳克圣子 这边还有青龙文高浮雕 阴克圣子 阳克是刻进去的 阳克是突出来的 阴阳就是凹凸 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些家具 现在有不分的家庭里面 都还能看得到 这前面 是四个大字 乾坤 紫器 这些都是以前的 遗留下来的东西 现在咱们直接去镇地 这又是阳祖浮雕 克的都是龙 从这边上去 里面坐着的就是 永历皇帝 南民历史城里馆 来到这里面 就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南民的历史 这是大门 坐在龙椅上的就是永历地 这是文官 这是武将 那个大家都知道的 非常的逼真啊 感觉就像真人一般 文武大臣 这个有点调皮啊 站没站下 坐没坐下 这就是靠在了那个胡手上 来看一下这里面 这上面的这些啊 是明朝时期的 历代皇帝的一些画像 永历皇帝啊 算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这都是记载 关于南民历史的一些过程 这是当时的黄袍 好大呀 感觉这个衣服 最起码也要一米 八左右的人才能穿啊 像我这种小身材套上去 简直就是 看不到人 然后这件也是龙袍 都非常大 而且感觉这些衣服都比较宽松 这是明朝的开国皇帝 明太祖 明太祖 朱元璋 这后面还有一些衣服 这是士兵的服势 看一下房顶 这后面是当时南民十七的钱币 整个永历皇宫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走到正殿的大门口 给大家拍下前面的全景 这个视频就结束了 大家有机会来安隆的话 可以来这边看一看 安隆也是一座 有历史的城市 这就是南民的永历皇宫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